超恐怖,失眠腹用牙籤痰感冒 野猫在遮雨棚跑跳,吵得高雄这富人失眠 他只好放牙籤店驱赶 洞保团体上个月21日接到民众检举,火同洞保处到场劝导 这个要把它拆掉 我自己是看人家菜场在用的,这个是牙籤 菜市场哪边用的?是哪个菜市场?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富人被要求取下,当他相当不服气 无独有偶,在严城驱红茶店,也有仪式预防野猫的丁子店 真的有过变态 你看这个图顶,这个图顶用你如果上去,你再玩食物 洞保团体认为,丁子店跟捕售甲一样不忍道 用正常的狂犯去处理,而不是说你自己爱怎么用就是怎么用 洞保处则表示,放置丁子店可能骚扰或伤害动物 依法最高可处7万5千元 洞新闻高雄报导 这不是在虐待动物,因为在高雄市的洞保团体接获了民众检举 他们发现有饮料店的业者,每天打烊之后呢 就在饮料摊旁边铺上插着铁钉的塑胶软垫 说是要防止野猫抓捕返布,但是呢,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恋猫 富人爬得高高的,从遮雨棚上拿下这一大片,上面密密麻麻,插满牙签 而且环顾四周,每个遮雨棚上面都有 原来是为了防止野猫跳上屋顶 洞保之宫气炸了,富人也恼羞成怒 因为睡不着,用保力笼插满牙签,要赶跑野猫 富人认为自己没错,洞保之宫怒扣,这根本是虐猫行剧 不止这里,这家饮料店更夸张 打烊后竟然像这样,用塑胶软垫盯满铁钉 他自己制作的那个行剧,然后是连就是钉上那个图钉 然后他只要一跳下来,可能是必死无疑 可能就是五马分尸,整个就是内脏破这样子 高雄动保团体进来频频接到通报 有人制作猫行剧,要赶跑野猫 不管是插满的牙签,或钉满的铁钉 就有民众看到猫命四只脚,因此被刺传受伤,实在太可恶 饮料店员工说,打烊后经常有野猫乱大小便 为了防止,才会铺满像刀山一样的铁钉 但这样的行为,一旦有猫咪受伤 就可能因为虐待动物而触发 志工说,如果因为流浪猫造成困扰 可以通报动保团体来协助 千万别做出这样错误的行为 只有网站请高雄报导 是6点58分,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 就继续来看的是,高雄市有这个虐人人 因为鸟在家的雜貨旁 頂头跳来跳去,他察到晚上都没睡 不如说,他用咸咸的企图 把铁钉插在铁钉頂头 做这种咸咸的东西来刮鸟 结果做成鸟受伤的症状 董部部团体和董部室 接到民众的监气料去出帝 结果虐人人不愿意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他又说,我这样真的好睡了 不然你跟我说要怎么做 结果董部室的灵魂同说 会让我看几百万五块 本人人这么充气的,你看 看到这个卫民就知道 趕快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严调区呢,其实这个北刀街上头 也有一间公司地点 他们的烦恼说,不是他 这个鸟呢,会把铁钉车上头 所以自己也放一些 铁钉的东西 和索杂竹来放这鸟 铁钉跳起来 结果每一支铁钉 铁钉都两三公分铁钉 大部分幽纹 又是铁钉 对于动物的保护团体 表示说 这种铁钉跟铁钉跳起来 受伤之后 不得了 是温死的啦 因为呢 有可能他们去普遍上风 所以愿望自己 可以重心比心啦 我们人 需要保护 其实动物也是同样的 比赛 这就好 去吧 那我们下属 就好了 那我们下属 就好了 再来 我们下属 来 我 你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